我是谷阿姆 今天要说一个发现生命本源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 女主角在酒吧认识的一个胡子大叔 请女主角帮忙到一个大楼中运送一个手提箱 结果女主角一回头胡子大叔就挂了 千万不要帮别人运送 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风险很高的啊 他会死的 接着女主角被一个毒品大王抓到一个小房间 打开箱子后发现 里面是一种新型蓝色毒品 然后女主角就失去意识了 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腹部被开过刀 不是把女主角的圣贝哥去卖了 这时毒品大王的手下出来解释 我们拿的不是剩是职工 我讲错 他是解释说我们没拿你器官 只是在你腹部藏的毒品 然后你要跟你旁边这些 跟你一样的倒霉蛋一起 帮我们走海关运毒品 磕磕我们超聪明 选各种不同国家职业性别的人来送 增加运送成功率 我们跟一般坏人不一样 我们有读书 知道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而且你看起来超废 但搞不好会意想不到的运送成功呦 女主角心想干 不是这个问题吧 我一点都不想送啊 然后女主角就被运走了 她再次醒来时 眼前两个运送家看守她的小混混 打算先强奸一下女主角 诶不要你们会死的 而女主角大力反抗后 被小混混用佛山五银脚 踢了好几下肚子 结果女主角肚子里藏的毒品袋就破了 不是吧 怎么会用那么随便 就可以踢破的袋子装毒品勒 总之故事到这边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后面只是在讲女主角成神的过程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快 不是有点快是真的很快 但后面的剧情才重要啊 接下来女主角吸收了肚子里 撒出来的毒品 瞬间变成壁虎人 拥有附着在墙上的能力 还加入了复仇者联盟 嗯当然不是这样 女主角是马上变成了天才 一般人的脑力只运用了1% 但她现在能运用20%的脑力 她开始会去思考什么是生命 首先她发现她可以轻易的 控制自己的肉体 做出各种 脑中想做的动作 冲出来杀光守卫 再跑来医院 叫医生帮自己开刀 把毒品拿出来 然后拿刀来赐毒品大王 再用手指读取她的记忆 得知其他运毒犯的下落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很苦烂 女主角随便就变成超人 一统天下的日子 指日可待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当你真的成为人类口中的神识 你确定你还会想管对你来说 就像微生物一样 渺小的生物死活吗 你会在意刚刚死了几只成蛮吗 接着女主角联络了一个 研究人类脑力的博士 表示自己已经领悟了 现在人类根本没办法理解的事情 想把一些人类根本想不到的知识 传递给博士 顺便表演一下 自己已经可以跟人类 所谓的电磁波同步了 然后女主角轻易的 就控制自己的细胞 改变了身体外形 再打电话给一个警察 叫她派人拦截其他运毒犯 接着坐飞机去找博士 这时候女主角的脑力 已经可以运用到40% 能控制对方的思想 忽然女主角发现 自己快要消失了 吓得躲到厕所 她开始明白一个道理 所谓的人类 也只是被最微小的细胞组成 当这些细胞都有了智商 他们会开始去想 如何找到永生 就像人类一样 也总是在找能让自己 活下去的办法 如果你的手离开 你发现自己能获得永生 你觉得你的手会想离开你吗 所以这些细胞 想离开女主角的束缚 女主角只好赶快吃下 更多刚刚拿出来的 新型蓝色毒品 增强自己的脑力 引诱这些细胞 继续追随自己 探索永生 然后就昏倒了 醒来时 人在医院 警察跟医生都来看状况 毕竟前面杀了人 又威胁警察 女主角正在被通弃 此时女主角已经能 运用50%的脑力了 开始可以控制别的生物 于是瞬间动运追捕她的人 并开车叫警察带路 去拿刚刚叫她抓走的 运毒犯身上的毒品 在路上女主角发现 她似乎可以透过电磁波 跟整个世界沟通了 女主角开车在路上 运用60%脑力 连非生物的东西都能控制 所以操控一些阻碍物 阻挡追捕她的警车 而此时毒品大王 也派了她的凶狠手下 从这些被捕的 运毒犯身上抢回毒品 刚抢完 女主角正巧赶来 再轻松地抢走所有毒品 再赶快跑来找博士 想让大家尽快研究自己的变化 她好忙 因为她知道她快消失了 所以很赶 但博士其实很难理解 女主角讲的话 接着整个故事的核心就在这边 前面讲那么多话 只是在铺陈而已 女主角跟博士解释说 你有没有想过你所知道的一切 事实真的就是你所知道的那样吗 从现在起 你要去想的是 我说的才是真的 这个意思大概就是指 你有想过 一真的是一 二真的是二吗 女主角拿了一支笔 瞬间让这支笔分裂成两支笔 感觉起来 你应该明白眼前这个意思 但对这支笔来说 她真的是从一支变两支吗 她有没有可能本来就是两支 或者是三支四支五支 只是我们人类只能看到 她维持一支的形态 而我们也只是用一个 互相能理解的语言在进行沟通 人类的脑力 现阶段运用的不足 学习知识的速度太慢 能证明的事情太少 所以人类为了 让自己发现的东西 可以延续下去 将这些东西 变成所谓的知识与规则 然后从你一出生时就告诉你 一加一等于二 但一为什么是一 二为什么是二 你真的了解吗 而后代的人类 用了前代人留下来 你以为你了解的知识与规则 去研究更多的知识与规则 并且发现了更多漏洞 所以研究了更多的知识与规则 来解释这些漏洞 而你的下一代 又再发现更多的漏洞 再用更多的知识与规则去填补 最后你们人类社会 就是充满一堆用你们的规则 所建立的世界 并且自以为掌握了知识 因为你们的脑子 只能理解这样的事而已 但是在蟑螂的世界里 一也许是二的意思 二也许是一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否表示 一可能不是一 所以他才能一下当一 一下当二 那真正的一到底是什么呢 或许人类把千年来 建立的知识与规则 都打破之后 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 都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现在所知道的一切 只是以人类社会规则 所建构的知识而已 解释到一半毒品大王 带了一堆凶狠手下 要来杀女主角报仇 有一堆警察在外面火拼 但他们不是很重要 反正毒品大王 最后随便就被警察射死了 而女主角吸收了 剩下所有的新型蓝色毒品 将脑力变成100% 然后他就跟世界合而为一了 他就是世界 世界就是他 大概就是我们人类 所谓的神了吧 或许真正永生的方法 就是像这样去当永生 更精准一点的说法 就是成为时间 因为只有时间 才能证明一切 他才是一切的源头 怎么都会消失 但时间不会消失 最后女主角将所有知识 变成了一根 我们人类所谓的USB后就消失了 剧情用无所不在来形容 故事就结束了 那其实你可以自行脑补 搞不好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女主角把USB给了导演 导演尽量用他理解的角度 把这些对现在人类来讲 可能是害人听闻的事 尽量用有趣的方式呈现给你看 假装这是虚构的故事 不然等等被人抓去做研究 可是搞不好已经有很多人 脑力100%无所不在了 你是不是还是觉得 什么脑力100%根本是智障 看完这个电影 你要去思考的是规则这件事啊 现在人类社会的各种规则 到底是在干嘛 很多事情难道真的只能用 现阶段知道的方法去做吗 难道使用新的做法 就是离经叛道的罪人吗 难道那些连当初 为什么有这些规则都忘了的规则 也仍然必须去遵守吗 前人用他的认知 找出的知识与规则 也都没人发现是错的 就一定是对的嘛 就像贾博士这类名人一样 当大家都觉得CD随身听很屌的时候 他认为那是垃圾 所以想要的是iPod 而不是与大众一样 跟CD随身听妥协 这些伟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你 更大胆的去尝试突破就有的规则吧 用你的影响力 一步一脚印的去向大众证明 事情真的不只是这样而已 去尝试更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吧